威乐解说文灵师出品继续跟踪木耳的一个天梯来看一下这一把 捞了很多录像 然后木耳的天梯的话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把的话是出生在CH地图左下 红色精灵木耳对抗的是一个蓝色的亡灵组 石垫我们这个中国比较强的 国内比较强的一个亡灵选手石垫 因为颜色是反的 我们把主视角放到石垫这里 好吧 蓝色的石垫 对抗的是一个红色的木耳 石垫的话在这个和木耳的交战记录上面的话 还是偶有胜负的 并不是非常绝望的那种 还是偶有胜负的 石垫插旗子就点烦 上来这个选手还是比较喜欢插旗子 这个东西的话是改不掉 毕竟你现在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操作 就没有必要这个停下手 一直让自己的手啊保持一定的热度 这是一个多年来的习惯是不是 木耳这边首发KOG 他是非常喜欢KOG这个英雄的 现在的话这个首发KOG 带恶魔内手的打法的话 已经渐渐成熟 在和120之间的一个WCG吧 打的还是比较好看的是不是 好石垫炎王这边是首发的DK 就看DK上来选什么技能了 这东西要有一定考量的 如果是考虑到对方是DH的话 DK出来的技能可能会选择光环 他是四身很早的过来争场 以前的话都是选择光环的 都不会选择死亡残绕的 现在的话说不好 本来我们打魔兽的时候 当然不让的就是一个DH首发 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已经是改变的蛮大的 直接露四身 拍死不给你看 木耳这边的话 是并没有在意那25点经验值 而是选择拍死不给你看我首发 非常有道理的一个选择 但是既然你这个想藏一手啊 DK我不知道是不是留点 我们转到阎网 实践的话果然是留点的 看到没有 他没有点技能 既然我没有看到 那我也不让去驳一手 不点技能 可以的 双方的话前期啊 就花了一点小心思 好DK过来撞到KOG 那就果断的升C 还没有点技能 暂时是没有这个必要 可以啊 实践这一手的话是藏的很深 脚上面还没有光环 那木耳不知道对方是怎么一个情况 实践继续绕过来 召唤出骷髅兵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只要骷髅兵捞一下这个小精灵 然后就是一个C过去了是不是 啊 用小用这个 骷髅兵啊 每个小精灵去撩几下 升了已经升C了 哎被C掉的没炸完 这个时候的话就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了 老家里边的话是生本 是电造了非常多的狗 而木耳这边的话是前期的 链级啊 是被一定的限制住了之后一点亏 KLG在前期这个等级如果没有能够顺利到两级的话 还是挺难受的 不管是你升了树人还是缠绕 到两级才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KLG使用的 比较好用的点 看一下 还是选择了树人然后继续招来打 没有缠绕的话 只能看着DK的那边绕绕绕绕去 比较难受 骷髅兵的经验值也要 12点经验值也是好的 蚊子再小 不得芝麻再小的话也可以填饱肚子 不可以填饱肚子 也有能量是吧 蚊子再小也是肉 DK的话绕了一圈 拿个敏三 家里边生本 狗的数量的确是相当的多 然后再去把门口的点练掉之后可以到达两级 而木耳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放下了自己的生命之术 准备开矿了 小精灵看一下只有一个骷髅炸一手啊 只炸到一个捡了一个五爪 那这边的KOG的话离三级还应该有一点距离 还有点距离 打蓝矿打的很慢哪 毕竟蓝矿身上的buff比较多 再摸掉一个怪到三级 到三级之后的话可以去骚扰一下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单船就买好了 KOG去骚扰然后在家里边练其可以兼顾一下的啊 有一个小精灵 哎 这爆了 不肯炸好吧 不肯炸就跑掉了 那这一波的话也是成功的作为路灯看到了这波亡灵的进攻 小精灵的话立功了 回救 十电这个idea比较有意思啊 他经常会被我们作为这个魔兽蒸发选手的实力参照表 十电 你到底有几电 去不去 两只狗直接送 但是这棵生命树的话是靠着狗的命来换来的 用狗命换的生命树 没有小精灵过来炸吗 骚扰兵的输出很恐怖 再干掉一个 这波的话 哎 要围了 没围住 馋呢 有没有馋 馋了就可以交TP 没学的隐身 木魂很溜 十电这边的话TP是非常的果断 他没有去跟这边的小精灵多废话 跟这边的AC多废话 为什么 因为本来亡灵族的一个补给就是比较困难的种族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HP全部卖掉 反正我要TP 拖个几秒钟的话没有意思 是不是 把自己的残部继续拉出来 然后买上辅地 也准备开矿了 但是木魂这边小精灵已经做好准备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来就想扑掉他 木魂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留差一点的话 跑到这里炸掉辅地 玩的一匹 那就厉害了 但是这里的话也太难了 练击都死AC了 别说是在前线搞一个炸的小精灵了 对吧 再摸掉这只狗的话 看看能不能到4级 KLG 才是3级满经验 买出熊猫 这波的话他不想放亡灵 开疯狂开的那么舒服 直接打过去 力去的话也是加入部队 这波看一下 老家里边二本好了之后 猎手套厅太晚了 哎呦 怎么那么晚的猎手套厅 那这样子的话 木魂到了二本之后 始终没有办法摆下 二本建筑是一个很纠结的点 看一下差多少 6点经验值 露掉一个骷髅兵的话 和熊猫对方开 那就可以到达2 3 4级 抓过来 杀四身 这个时候的话 呃 两个英雄回救 看看能不能露掉这个四身 再打一下露掉4级 慢慢的还要输出一下闹火金矿 NC砸脸上 单船了 还想跑 啊 木魂的话还是达的比较的偷 另外一边的话 AC数量是有一定的量 至少用这波AC啊 跨度到二本三本还是可以的 亡灵的兵也不是很多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 哎 这里位置千万要小心 不要被黑胖给摸到了 好 几次三番的树人骚扰的话 已经被赶走了 四身重新回到了釜地上面 准备开矿 而另外一边的话 风框已经再次被看到 只要看到你进度就行了 啊 KOG在前线 之前的那把单船没有浪费掉 所以说他还可以有机会去骚扰 而这一波练 石头人的话是被天地鬼给抓了 啊 只有一个天鬼没有地鬼啊 我错了 KOG 依旧是用一个 单兵作战的能力 阻止了石垫的开矿 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 只要被石垫开出矿 石垫在这个防守指数上面是非常高的 石垫的防守能力 噁心能力是非常强的 啊 504的话相当于是 五垫六垫那样子 石垫还是挺强的 打不过他 拉出来 我记得他有一场打这个欧美 选手 在黄金联赛上面 打欧美选手 把这个半张地图全马了他 你再多恶心了吧 啊 那欧美选手都后面都非常想骂娘了 这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打成这样子 能赢的话是 能赢就行了 我们要秉秉 这个对所有选手的这个尊重去打 不要是每次这个有了一点小人得势的能 这个资本啊 就 那啥是吧 不好不好看 不好看 这几天天八好像炒得还挺厉害的 就是这个 呃 TD啊在直播的时候又说了 不该说的话导致又有很多人不满 是不是 呃 说选手打假赛这种事情的话 确实有点过啊 毕竟 这东西的话 有点伤就是过了 有点说的过了啊 我也是倒听途说 没有看到很多细节也不好去评价 但是 选手打假赛这种东西的话 呃 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 就不要去口嗨了 啊 只能这样说 以前的话 真的有官方指出选手打假赛 但是在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就说 不是用来口嗨的 有些东西的话是涉及到很多 关键的这个核心的利益 就不要去参谎 对不对 熊猫练到一个大雪瓶 比较一般 如果是大蓝的话就没滋滋了 中间准备去勾黑胖 而 十殿的这个时候 诶诶诶 狂发信号 这是啥 这个信号是什么梗 他们打的是天梯 这个信号的话 我不知道是为啥 小精灵被摸 直接炸掉 不给经验值 然后这边想偷黑胖的 一坨的话是被亡灵给抓到了 沐文现在50人口打39 这边疯狂的话也是很舒服 三发了一个tinker 亡灵三发了一个tinker 有点凶啊 看一下家里边三本没有提 那就是一个熊猫打到底了 抢掉一个怪摸掉一只狗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现在的话人口方面的确是沐文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黑胖的话 HP非常的满 但是 沐文这边我没看懂 AC的话不想上 全部拉了回来 然后慢慢转小路 就是说 一点都不想把AC给换下去 人家有NC的 你这边打黑胖的话是抢到技码 啊12爪 都是都被抢掉 经验值宝物通通被抢掉 还硬生生的把熊猫的大血皮给浇了 这个我觉得是想多了 你的一只猫 烹火一级的技能 对方NC 对不对 那这个可想而知啊 你不是不可能抢到经验值的 抢宝的话 你如果是不去放这一发火的话 我估计宝你还是能抢得到 但是现在 被抢了12爪之后 力去有22的攻击力加成 你就搞不赢了 哎 掉了还个12爪 你掉个垃圾就算了 哎 掉了一个那么好的东西 那你咋整 沐文的话是被摁在老家里面揍 虽然说有双矿经济啊 但是对方的这个 这波压过来还是挺凶的 沐文正好是晚上 用月时开的晚上 马上买了雪瓶喝水 走出去 点蜘蛛集火 死亡其实加的很及时 一手抽篮熊猫彻底干了 雪瓶吃CD吧 没了 更加没了 雪猫一死的话 呃 亡灵这几个英雄啊 KOG是太费了 这个英雄的话 真的不要用了 我求你了好不好 这个英雄的话 在毁灭的脸上 就是没有技能的 啊 不光是没技能还是和副的 是不是 就没见过这么久的情况 这波团战的话 穆恩 就是赖那个黑胖吧 如果没有死活赖 那个想去弄死那黑胖的话 不至于这一波就被打残了 一直是二本 实践在操作方面的话 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这波还是能够打死的 呃 与此同时家里边的矿也开出去了 实践大优 我不管怎么样 这盘实践大优是很硬的 啊 慕恩的自己失误也很大 跑赛只是个天梯 问题不大 这盘慕恩的失误非常的离谱 他有点这个硬来 一想抢 啊 这抢不到的呀 人口数59打46 但这种人口数的话完全没有用 啊 精灵这个人口实在是太废了 小鹿这个兵很难用的 实践还没有使用瘟疫证物 就已经可以把这只慕恩的部队打残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套战术的话 呃 已经很难再奏效了 必须要有新作业 慕恩的话家里边挨揍了 直接是单传到前线 把实践的分框给残了 是不是 然后为自己的老家里面补兵啊 拉出宝贵的时间 熊猫马上怂 家里边的泉水的话还是斩了一点的 回旧的 毁灭 被小鹿粘上 这一波的话 哎不过这一波反打的话打得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家里边是失守了 只是说英雄照面的一个劣势很明显 没法搞 就算你现在 我帮你讲 就算现在是80人口 打人家49你也是打不过的 亡灵这两个英雄的话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吧 一直在家里面拆 KOG想去买啥呀 啥都没买 啥都没有买 两个魔门的小鹿要过来赶一下毁灭 然后自己的部队在那边 熊猫还没到三 去商店补了一本群补 KOG跟自己的大部队会合 老家里边的泉水啊 连喝都喝不了 继续咱小鹿再飘毁灭 疯狂的补泉水 KOG离自己的部队非常的远 熊猫 一起喷火 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熊猫的存在 好回救 KOG来了熊猫危险 喝雪瓶和群补一起 两个一起掏 家里喝完水 根本就不见用 不见这个效果 没法操作 是吧 实践的操作还是不错的 家里边水 喝了一点点 哎呦 极限保存 再去喝水 但是一个一级熊猫的话 实在是没用啊 实在是没用 两个熊废如柴 根本就打不赢啊 人口高有什么用啊 61打57 人口还是比对手高 小鹿啊 一直在打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嗯 Tinker就到三级了 熊猫还是两级 太惨了 石垫 绣的飞起 根本就不死兵 人口的话反超了 哎呦 这波团战的话 死的第一个蜘蛛吧 根本就不死兵的 啊 退出游戏 石垫这一盘 大绣木 把木 做残了 恭喜石垫 欧州 人口 人口